大陆观光客最近来到台湾呢 导游不再紧盯了 而自由活动也变多了 在高雄市七弦路上的连锁超市 因为附近呢都是接待陆客团的饭店 再加上这儿紧邻六合夜市 陆客只要逛完夜市呢 就会来大采购 最喜欢买的是肉松奶粉 他们说价格都比上海足足便宜了三成 而业者甚至也提供装箱的服务 让旅客们呢方便托运 超市业绩也因此红不让 从上海来的刁先生 带着同行的友人直冲超市的凤梨酥货架 每个人一拿都是十多盒 凤梨酥货架被一扫而控 另外牛嘎糖 竹炭花生就连奶粉肉松 也因为便宜又好吃成了陆客最爱 刁先生和朋友索性蹲在肉松货架前仔细比价 我看一下大概百分之 二十到三十以后 二十到三十 对 差很多 差很多 他带我们到土特产不一定比这里便宜 肉松啊鱼松啊年纪大的回去给他们 大陆观光客最近来台湾 导游不再紧盯 自由活动也变多了 因此只要逛完夜市就会来大采购 超市业绩红不让 还得提供装箱服务让陆客们方便托运 超市公关说陆客自由行上路后 店内的奶粉业绩好了四倍 凤梨酥业绩更是飙涨六倍 因为价格都比大陆当地便宜两到三成 店员天天都得针对陆客最爱商品来补货 也因为陆客们何康道修博 现在店内被货量比其他分店多出好几倍 这间位于高雄市七成路上的连锁超市 因为景临知名的六合观光夜市 周边饭店接待的大多是陆客团 陆客爱光超市让业者始料未及 由于地缘关系 未来这个商圈将可能成为超市业者的必争之地 中天宣陈生一张新高雄报导